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过海关的时候 执法人员查了他的手机 说是因为他微信上的谈话记录 表示他是挂靠这个学校 不喜欢这个学校 所以就被遣返了 那么这个新闻一出 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朋友们议论的比较多 那我看了这个新闻了以后 我个人感觉 新闻有一点抓人的眼球 它报道的东西也不尽然是接近事实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实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从新闻的报道上来看 第二我个人认为 跟这个新闻报道的这个角度有很大的问题 根据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 和自己本身原来也是学生的这个经验 咱们来分析分析 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这个新闻报道说他是一个留学生 那么是留学生的话呢 来过美国的人都知道 留学生一般有三种不同的签证 F签证 M签证和G签证 放开M和G签证不说 因为这两种签证稍微特殊一点 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话题 绝大部分的留学生都是拿F签证的 那么不管你是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也好 什么都好 那么大部分的人都是拿F签证的 那么F签证呢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有严格的规定 这个规定呢就是说非常的详细 其实呢也很简单 不管你上小学大学中学这个还是研究生也好 这个规定的都是适用的 只有呢在研究生的这个后期 当你这个修够了足够的学分以后呢 需要做论文的这段时间呢 有特殊规定以外 其他呢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拿F签证 你就必须要维持全日制的学生身份 那什么是全日制呢 说的很清楚 一个星期在过去的时候 现在有没有改动 我呢没查 我认为没有改动 也就是说 全日制的学生必须一个星期 修够20个小时的课时 这个如果你不修够20个小时的课时 你就违法 你的学生身份就会被取消 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被遣返 那么很多的在美国的这个留学生呢 可能呢就是说不维持这个 为什么没被遣返呢 只能说他没被抓到 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个 这位留学生 他呢显然不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离开美国 那么这个就说了 那你既然不是在假期的时候离开美国 那你一定在上课的时间 那么你在上课的时间 离开了美国 你就不能够不可能维持 一个一个星期 20个小时的这个课程 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理由 比如说家庭出现了变故啊 有些特殊的情况呢 你必须呢要来处理的话呢 那么你这就是违法 海关呢就有权利认为你不是学生 那么你这F的签证呢就必须要被取消 所以呢在我看来 这个学生被遣返的理由 是因为他违法了 他没有遵守这个F1学生的这个规定 至于呢微信上说他喜不喜欢这个学校挂不挂靠 这只能佐证 而不是他被遣返的原因 大家呢往往呢把这个思维和想法呢 走上了错误的一个想法 认为呢美国海关呢 在随意的查看你的微信 微信里头有这一条他被遣返了 其实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这个学生呢 他已经违法了 微信呢只是佐证 微信即便你在微信上说 我不喜欢这个学校 我不喜欢怎么样 如果你是在正常的情况下进入美国 在正常的这个时间里头进入美国 这个我也不认为可以作为遣返你的一个理由 所以呢首先我要说的是 这个你首先唯没违法 而不是说你微信的记录被查了 你违法了 那么你就有可能被遣返回国 咱们再讲讲这个微信手机被查这个事 那这个呢 正好前段时间呢 我们这个有一个关于叫做Miranda 这个Rights 也就是说 莫兰达 权力的一个讨论 也就是说 美国的警察 或者是所谓的law enforcement 在停止你的时候 就是说在停车 或者是停下你 检查你的时候呢 他必须向你宣布 你有不说话的权利 对吧 你有不回答的权利 你所有说的话都可能呈堂作为证据来反对你 那么有几种情况 因为你的这个权利呢 是被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来保护的 但是呢 确确实实有几种情况呢 就是说是这个执法人员呢 可以检查你的东西 其中呢 在入境的海关呢 就是一种情况 他确确实实的可以检查你的手机 可以检查你的这个计算机 可是呢 在所有的这些点 大概有十几个州 包括加州 包括德州 包括好多的这个州呢 他又有一个非常这个详细的规定 也就是说 执法人员可以检查你的电子设备 但是他这里头有一个字 叫做forensical 那什么是forensical呢 这个我不知道对应的这个东西怎么样 一般来讲 像我们出入境的时候呢 法官呢 或者是这个边境检查人员呢 都会说 你拿的手机啊 对不对 打开看看 也就是说他要看看到底是不是手机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是forensical的检查 就说你是不是手机 手机上面是不是其他的装置 而不是确定手机里头的内容 这个规定是很严格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在我看来 一定是这位学生在入境的时候呢 想证明什么 然后急急忙忙的打开他的这个这个手机 让这个执法人员看 而而而露出了这一段 然而呢 就是说 又会用这个看似不是理由的理由 来为自己解脱 实际上呢 他不上课 他已经违法了 所以违法呢 是他被这个遣返回国的主要原因 而不是在微信上说了什么话 所以在这里呢 我奉劝呢 每一位这个留学生也好哈 这个居住在美国的这个中国朋友也好呢 首先你要做的事情呢 是守法 而不是说 我们要逃避这个法律的这个制裁 守法是第一位的 只有守了法 你才能会不被别人歧视 不被别人遣返 而不是说 因为你在手机上说了什么事情 这个呢 是你的隐私 在很多的时候呢 并不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你可以不愿意让别人讨论你的东西 但是你必须守法 在美国呢 守法呢 是一件公民的义务 而且守法的意识呢 都要非常强 前段时间呢 咱们小留学生这个打架 被判重刑的 这呢 也是一个守法的例子 在很多的中国人看来说 这小孩打架吗 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但是呢 法律呢 是无情了 特别呢 我们都有一个感受 在美国呢 就是说你犯了重罪 反而法律呢 并不是那么严格 可是小罪呢 这个法律呢 确实很严格 那么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呢 大家都不能犯罪 就是小的罪 你认为无所谓的罪 只要是法律不允许的 我们就不能够去犯 所以呢 在这里 我祝大家呢 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大家都遵纪守法 这样的话呢 你的生活呢 才能变得更为的自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